这边四个人的成绩都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的成绩是差一个档次的 目前来说就RNE的成绩是最快的 都使用的是一个昌瑞加上一个玉玺神虎加充斥1GU 好的 这边过来 阿尼已经率先杀了出来 而且这边卡住了那道没问题 弹仔第二个弯突飘了 这边压车还能压吗 这边弹仔要重新开个弹器 那这边弹仔是少一个弹器的 少一个弹器再卡一下好 断空飘挤满弹器没问题 阿尼好像有大失误去的吧 被弹仔超越了 而且阿尼是没有弹器的 阿尼在后面又卡了一下 前面的话阿森是一马当先 阿森这张图非常强 看一下这个N拐 这个手空列车间最容易失误的一个点 完了 阿康这个路线很差 但是调整回来 没问题 四下延续 五下六下直接接一个断空飘 非常非常的极限 反方向再来一个顺侧 超级大轻影 再来个暴力路弯 没问题 甩尾 好的 350多的尾速直接压车 一二三 四下延续 WC 打W 阶段空飘 阿森这把要破记录 要去那把 一分二十点六九 由阿W悟空创造的一个熔炼车间 用昌瑞跑出来的记录 这两个人全部都要破 和记录差了0.2秒的一个时间 后面弹仔是压着十分的一个边缘 阿妮也是压着十分 好的 那这把破记录的应该是阿康 阿康在前面甚至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 最后的一个断空飘到来了 没有什么问题 稍微肥一点 不要慌 反方向一个 二十 哎呦 二十点六六 直接反超破了记录 后面三个人都是跟了个十分 兄弟们 打破了熔炼 剩下七的话 这个记录其实不是很好破 好的 来到了第二张地图 第二张地图 是一张北海渔场 四个人都使用了 元吉之星加玉玺神虎 加冲刺ECU的一个薄斧配置 目前的一个情况是 阿康是没有最好成绩的 这张图是没有跑过 好吧 阿森这边是1分41.71 这个成绩不好看 弹仔这边成绩就更差了 只有阿妮的这个40.93 是比较极限的 那看一下这把的发挥 这把的发挥 结完发哪里 你先不要问 你去准备 抽到你了 我直接回关你 我斗鱼直接回关你 直接发我私信就行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吧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 说太多了 好吧 来兄弟们 这把看一下 四辆元吉之星加玉玺神虎 看看三侧生起步 现在弹仔直接杀出来 弹仔杀出来也不要小看他 弹仔是非常非常极限的一名选手 暴力入弯 好 这边阿森是落到了最后一名 再来个甩尾 好的 阿妮现在落后了0.1 好 这边阿森的甩尾问题 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 阿妮跟弹仔追得非常非常的紧 两个人几乎是不相上下 现在阿妮稍微领先一点点 但是这个压车弹仔压得更加极限 好的 看看这个最关键的一个路线 阿妮点飘反方向 大牵引反方向 顺测ECU过来CWW 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失误 阿妮这边路线被卡崩了 测身一个调整 好的 343的一个速度 阿妮蹭了一下 再来一个顺测 好的 单喷延续以后 直接接一个空喷落地喷CWW 上来一个小压车 没问题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WCWW 断掉弹气 直接测身 好的 弹仔应该要破掉 封仔这个40.7的 这个记录了 应该是要破掉了 弹仔这把的记录 应该在40.6 40.5到40.6 但是封仔这个记录 应该后面是比较快的 而且弹仔这边有一个小失误 封仔的记录直接上来了 阿妮 哎呦 人麻了 弹仔这边WCWW 343的一个压车 再压 好的 没问题 中间一个碰蹭出来 六下延续 七下延续 直接过来 再来个点飘 直接快出 反方向的一个拐弯 好 直接暴力之弯 ECU出来 侧身单风 双风好 过来 直接一个延续 打延续 能不能要蹭喷 弹仔选择了球稳 那这边暴力入弯 是没有任何对抗的机会的 阿妮这把第一名是拿定的 阿妮这把第一名是拿定的 应该是一个1分40 大的一个成绩 1分40.88 直接拿下这把的第一名 后面两个10分 一个9分 阿康非常的难受 1.06的一个成绩 直接拿下了一个9分 阿妮也是冲了 冲了 一把线了 冲了第一把线了 很快 以后大家的根本能力震动很强 感觉实力完全是拉不开的 什么叫老马后宫王啊 你放什么屁呢 我后宫王 好的兄弟们 下一把秋之物语开始了 来吧 好 左边是阿森和阿妮 11.68 10.43 10.58 11.09 那这样的话 阿妮每一张图都是最快的极限成绩 那这样的话 右边这三个 而且阿妮带的皮肤也是不一样的 就阿妮一个粉的 其他全是老黑的 好的兄弟们 看一下这把的一个起步 阿妮的车头在最前面 诶 弹仔蹭车了 蹭到前面去了 好没问题 弹仔现在出来了 但是阿妮又超过去了 好的 逐星者技能触发暴力 入弯没问题 阿妮被卡了一下 直接落后了半秒钟 现在阿康在第一名 弹仔跟得非常紧 前面三个人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好的 阿妮这边过来 350的一个数 直接往左拐弯 打死好 过来再来个甩尾断位 没问题 加速带直接踩完 这边再来个轻甩 拿下 好的 这个弯没问题 0.1 0.2 弹仔这边在第三 阿妮也追上来了 阿妮的这个 这三 好的 很惊讶 都没有一个人失误 兄弟们 一个人都不失误的 309 307 这个拐弯 阿森的这个拐弯 太牛逼了兄弟们 但是前面阿康的拐弯也牛逼 两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个 接近完美的一个甩尾 哇这边 暴力弯 弹仔在后面很极限 弹仔的路线崩了 弹仔这个对抗 有点太着急了 这个地方是不希望 不兴趣对抗的一个点 兄弟们 阿康这一把的话 两个点飘 第二个快出 阿森想直接撞 11.01直接拿下 兄弟们 弹仔的话 1.83秒的话 只有一个9分 哇感谢入眼 感谢演歌送出的 一个钻石粉 是一个月 感谢演歌 感谢老马用竞 用竞巴给我通直 常常送出的半卡 感谢马总爱说 我的豆浆送出的半卡 感谢 感谢想吃马总的 G G 8送出的半卡 感谢马总是我的 送出的一发飞机 感谢老板 感谢马总是我的 送出的一发飞机 感谢你的飞机 非常牛逼 好 1分36.09 1分35.31 1分34.04 1分33.86 还是阿尼最快 阿尼几乎是 每一张图的极限成绩 都是这四个人里面 最快的 也就是说 他有一个 固有的一个 即时的一个优势 现在是中国大陆赛区的 第一组 好 甩尾 阿尼这边被卡了一下 集气 红牛有一个弹器 只用卡半管 好 这边再甩尾段位出来 327的一个尾处 再来一个顺侧 接一个 哎呦 阿尼甩尾又拖了 这边过来 哎呦 被卡了一下 完了 兄弟 这个阿森真的是个连带逼 真连带逼 好的 弹仔现在拿到了第一名 而且距离第二名 都有半秒钟的时间 那弹仔现在只需要 做好细节 不需要管各种对抗呢 只需要做好细节 大家都是兄弟 好 弹仔这边是一个ECU 只有阿森是留了ECU的 剩下三个人都只有一个ECU的 阿森在后面 1.7秒钟 用一个ECU能够追到1.2左右吧 这样 这边在甩尾 好的 弹仔看一下第一圈啊 应该有一个1分 有一个48秒的一个第一圈啊 非常快 那这样的话 他跑一个3334 33吧 应该是可以极限 可以冲一下 阿康现在这边一个甩尾 接一个WCW 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甩尾快速出弯 直接CW啊 组出来 没问题 326 双杀弹射 反方向接顺测 弹仔现在一点机会不给啊 还是领先了0.8 而且并没有后追上 好 还是0.8 一点失误都没有 后面两个人 1.1和1.5 阿森的话 1.5用一个ECU 应该能追到个10分 弹仔现在还没有失误 现在阿康在后面追 阿康也是够呛啊 这边细节做的并不是好 弹仔一连弹 二连弹 弹出来了 三连弹 没问题 1分 33 有没有 没有 1分34.39 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坏的成绩 对吗 这都三个十分啊 那弹仔这一把说实话 没有创造出一个第一名的一个优势啊 没有拉开分数啊 就是面条 普普通通的面条而已 好的 先看一下这把的比赛啊 先看一下这把的比赛啊 先看一下这把的比赛 33.35 31.95 33.01 弹仔没有成绩 弹仔这把是 阿尔法 弹仔的阿尔法 没有成绩 我们也知道他很强啊 因为弹仔的阿尔法 练度是非常高的 好的 现在四个人没有任何的比分 呃 有啊 但是一两分等于说是没差的啊 弹仔是暂时在第四 但是现在这把弹仔直接杀出来了啊 这一个车应该可以跑一个 1分32的一个成绩啊 应该不止31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宠物 宠物变强了 好的 弹仔也是领先了所有人 半秒钟以上的 后面两个人是直接跌出10分了 好吧 这把看一下一个外切内的一个甩尾 断空挑过来 350多 没问题 这个弯稍微有些肥啊 路线有点差 所以这边的话是超不过去的 再来一个跳台 快速出弯反方向啊 没问题 过来 再来个顺侧 没有用顺侧吗 三个喷直接延续ECU放出来 再来个左边甩尾 没问题 蹭个ECU 好的 324的一个速度 向右两下 再向左两下CW 但在47.67的一个成绩啊 再来个甩尾 好的 314 内甩内 我的妈呀 直接车头插进了墙里面 真的是危险 再来个甩尾 甩出来 没问题 两个人都弹出来了 290的一个最高速 阿尼非常的极限 但是这个弯极限过头了啊 一个CW补救啊 阿尼这把十分还是能跟的啊 跟个十分的话 刚刚那个失误也就可以 有的没有的差不多了 阿尼这边极限路线 我给妈极限路线 反方向组一个WCW 跳台快速出弯 没问题 弹仔在前面好像有点失误啊 但是不要紧 这个距离足够远 没有对抗 打三个喷延续过来 弹仔好像弹射脱飘了 这边的话重新开个弹气 好的 反方向再来个快速弯 1分32.71 直接拿下第一名啊 兄弟们 那这边的话 应该是跟阿尼只差了一分了 跟阿尼只差了一分了 现在 跟阿尼只差了一分 跑到长城 现在弹仔的车头又在第一 诶 弹仔不会要拿第一吧 兄弟们 哎呦 两个人都被挤开 而这个位置 阿尼两个人卡了一下 诶 弹仔又上来了 可以啊 但是这阿尼在第一名 阿尼在第一名 这个也不好操 但是两个人 一个0.2 一个0.3 好 过来 再来个顺测 好的 没问题 完成度还是很高的 跑法目前为止没有乱 没有乱 而且这个撞墙也没有受到影响 反倒是前面阿康对阿尼非常有威胁 弹仔这边也过来了 弹仔的ECU外切内 这边阿康是内切内 没有弹仔的出弯速快 但是他一个顺策把弹仔顶开 前面阿尼跑得非常的稳 而且现在没有对抗的机会 小半秒钟没有对抗的机会 还得看最后一个弯 最后一个跳台快速 先看这个弯 这个弯也是大15 这阿康把弹仔给连带了 我人麻了 前面阿尼看看跳台快速 跳台快速 我的妈 好这边没办法了 只能没有机会断空飘了 没有机会断空飘了 好拿掉一个11分 这边弹仔是2秒 弹仔是10分 阿森是8分 阿森这把难受了 阿森这把难受了 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比赛 有三个中国大陆赛区 现在是第一场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三拨抽奖 将会在三个中国大陆赛区的比赛的时候进行 每次抽奖10分钟 每次抽奖的10分钟兄弟们 10分钟之内 你就随便发送一条弹幕 他有一个一键发送弹幕 你点一下 他自动把你发送 就参与了 剩下的就不用你管了 好吧兄弟们 好的我们回到下一场比赛 下一场比赛 选择的是一个广含先进 1分25.88 1分25.15 1分21.43 1分25.32 弹仔的这个成绩 有点夸张 虽然1分21.43 本质上 也就算是比较快 但是 在这四个人里面 太显眼了 好 看一下这边 没问题 四个人下来 弹仔是目前是第四名啊 这边是直接平放弹气的一个延续 好的没问题 这边弹仔过来 踩一半 弹仔飞得有点高 WCWW 阿康在最后一名 少了半款弹气啊 那阿康现在序列位来自动挤满气 再来一个暴力入弯CWW 好的直接放掉序列位来的ECU 重新断弹 延长序列位来的ECU 持续时间 好这边 阿尼过来 极限拐弯 过来再点飘 点飘 稍微点肥 这个地方 找好路线 左网右 超级大牵引 过来顺侧 没问题 哎呦 他没有顺侧 直接甩尾 强行的一个极限跑法过来啊 兄弟们 再卡一下 弹仔追得很紧 两个人几乎是没有差距 弹仔顶到屁股了 这边阿尼守一下内道 内道能守得住吗 没有 弹仔多延续了一下 直接反超来到了第二名啊 阿尼这么外甩内 没有鬼打枪 弹仔又飞上天了 WCWW 好的弹仔超到了第一名啊 众所都周知啊 至少在我们国服圈子里面 弹仔的这张图 是有很强的一个统治力的 除了原神哥 应该没有几个人比他强 好吧 看一下这边 一个极限的一个拐弯 弹仔磕了一下 这边很难受 行吗 330 320的一个速度 好的没问题 直接一个球纹顺策 好的没问题 卡住内道 直接1分22小拿下比赛 这把拿到了非常珍贵的一把 11分 阿尼落后了1分 好吧 但是这把结束了之后 阿尼跟弹仔又是同分了 又是同分了 好的 我们直播间的抽奖啊 兄弟们 直播间的抽奖 还有5分半钟结束 还没有一键发送弹幕的兄弟们 赶紧一键发送一下弹幕 一键发送弹幕 不需要你打字 好吧 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间的弹幕抽奖 只要你关注了主播 就可以参与啊 那这一把完了以后 我说实话 这四个人其实分数差距不大 我也没有想到这一组会这么激烈 我以为阿尼应该会一马当心 没想到阿尼啊 今天晚啊 今天下午也没有在这一组 把分数拉开 弹仔今天表现的是非常好的 追得非常的紧啊 中间有几波卡位被带了 但是无所谓啊 他整体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 这把其实 刚刚那把 我觉得发挥最好的还是弹仔 对吧 从后面追上来 他那张图是真的很强 这张正向亚特兰蒂斯 弹仔是没有任何成绩的 也不知道他跑的怎么样啊 阿尼这张图 一分三十一点二八的一个冰破实战成绩 属实是让我们大跌眼镜啊 太牛逼了 当时风仔和灵青都只跑出了三十一大的一个成绩 他直接来一个一分三十一点二八的一个 很牛逼的成绩了 已经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牛逼了 在比赛上跑出来的啊 看一下这边的起步 甩尾没问题 三下四下 哦 后面被连带的好惨 弹仔又杀出去了 兄弟们 有一个消息啊 他的积分可能要拿到第一名了 阿尼这边直接当了一手老六啊 直接当了一手老六 弹仔这边领先阿生了0.5秒的时间 阿尼是落后了1.5秒 那这把没有人能干扰到弹仔了 看他前面的细节和失误 阿生这张图的实力我不太了解啊 兄弟们 看一下他这个后追 好的 前面最关键的一个大拖接 拖接WCWW没问题 两个人都没有问题 两下延续以后接WCWW 好的 310拐弯的一个速度 直接放弹器 CWW过来 一个腾空 过来甩尾WCWW 好的 没问题 321 318 好的 没问题 这边再来个甩尾 再甩 甩的没问题啊 兄弟们 他们的操作都非常的流畅 好的 这个速度点 弹仔什么情况啊 弹仔留ECU了吗 还是弹仔射出去的呀 好像没有看到他放ECU 弹仔还有一手ECU 分三三的 我说实话 弹仔这把有点太求稳了 有点太求稳了 真的有点太求稳了 他想求稳至少拿一个第二名 至少拿个第二名 但是确实 你将那种路线 如果真的调整不过来的情况 就别被我了 牛也拖的情况 我真的不要强心 去放 但不是不行 恭喜这个兄弟 这个兄弟我回关你了 马上给我发那两个截图 你收款码不用钱给我发 主要你给我发那张截图 我已经回关你了 兄弟们 你看我已经回关他了 你马上给我发个截图 马上给我发个截图 给你几分钟的时间 现在17点14分 20分之前 因为这个客户加的有点慢 20分之前你发给我就行了 你如果没有的话 那不好意思的 只能V你50了 没有的话只能V你50了 吃个保底 不要说黑幕了 别人小号 你见过哪小号黑幕的 你说防管中了 你们说一下黑幕就算了 这节奏一带 对吧 别人四级号你说黑幕 对 就阿康冲了的话 如果他俩图分也是没有的 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 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两波 还有两波 你们提前准备一下截图 提前准备一下截图 要不然只能吃个保底 很亏的 17点20分之前好吧 20分之前你发给我 20分之前你发给我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兄弟们三百二十九 331 好没问题 弹仔又出来了 兄弟们 阿尼现在非常的被动 他在第三 而且我们从心率来看 弹仔的心率是最低的 他现在一点都不紧张 好先看一下这一把 这一把阿森的出弯 非常非常极限 来个甩尾 没问题 插一下墙 这边插一下墙 损失了大概0.0几的一个时间差 甩尾 阿尼现在已经跟着屁股了 阿森现在不能再求稳了 一定要做细节 我让你不要求稳 我不是让你不稳 我让你不要求稳 你这不稳跟不求稳 两码事兄弟们 你这咋回事 你这都能撞 如果说阿森跳了 阿康没跳的话 那就是双甲赛 还要撞一招吗 最后蛋仔也是有点小光 不然这个十一门 可以到手后面阿康胡了 1.3.2.06 双甲赛来了 看看我们的新生辈们怎么样 好的兄弟们 看一下下一把的一个加赛单挑 熔练车间的 原级之心加玉玺神虎的一个国服配置 那这两个人的最好成绩 将会被刷新在1分18秒左右 因为我们现在单挑熔练车间 一般情况下都是1分18 一般情况下单挑都可以跑到1分18 因为对抗会比较少 不会像四个人一样 说杀不出来一直打架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相信啊 职业选手已经练了这张图的机甲的情况下 应该1分18不成问题 好看一下起步 阿尼是单侧起步兄弟们 阿尼不集气吗 感觉弹仔这一把开局大优 没有炎上弹气兄弟们 阿尼这边又要卡 弹仔使用了一个老跑法 一个小段空飘 阿尼是大段空飘 好的弹仔现在过来 WCW 啊节奏非常的稳定啊 现在看看阿尼的后追怎么样 弹仔这边直接求吻 你还是弹仔吗 这都求吻 嗯 所以 求吻也没什么错啊兄弟们 真没什么错 这关键局你你是要那一点灵魂 你还是要稳定性吧 是我的话我觉得还是稳定性比较重要 啊这边弹仔的断空飘稍微有点 现在弹仔的这个成绩大概在19 阿尼后面又失误了 阿尼又失误了兄弟们 落后了1.2秒的时间 WCW 非常快的一个快速 直接一个段空飘过来 顺测 哎呦 再调整一下 好的没问题啊 节奏非常好 WCW 再来一个顺测 1 2 3 直接快速出完 又开始求吻了他 他又开始求吻了 领先这么多不求吻了 简直就是个傻逼 不要慌不要慌 最后一下了 还好阿尼 阿尼再给了一下 阿尼不给的话很难受 啊这一波可能就要没了 1分19的这个成绩啊 在原体之心上面不算快了啊 还好阿尼后面落后的远 非常棒 直接拿下第一啊 这把的结局是我们所有人都 还真有人来 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 你们打不过我来什么来啊 真的是服了 叫你来你还真来啊 打不过我就不要来了 真的是丢人现眼 看比赛 好的下一把啊 又是熔炼车间啊 这个两个原体之心 加一个玉洗神斧 加冲刺1C5 好吧兄弟们 啊 1分20.66 1分20.83 这不给兄弟们留个面子 啊 这不留个面子吗 真的是 反正你找我 我让你来啊 就证明我不熟 你来找我 你真来了 我就不来啊 因为我要给你留面子 好的兄弟们 看一下这把比赛啊 阿康这边和阿森 哎呦 第一个弯 阿康直接甩尾上墙 阿森直接被卡没了 卡到后面去脱飘了 但是阿森的这个氮气 还是比较充足的 而且阿森这一把的这个 阿森这张图的计时啊 非常的快啊 非常的快 前阵子的那个计时赛 我们就能看出来 WCW 阿康这边路线没有阿森好 阿森一个标准的外切 再来个甩尾 哎呀 这就是不求稳的下场 兄弟们 完了 阿森这边又没有 叠上星星的一个氮气啊 那怎么办 397的一个速度 太慢了 但是他这个断空飘 非常极限哦 这边能不能甩 能不能甩 没有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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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康这边也没有 凑双技甲技能 那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速度会慢一些 WCW 好 凑双技甲技能 阿森这边 直接一手后追 看一下这个断空飘 快 完了没了没了没了 WCW 由于自己在前期 这个断空的路线 没有选好 而阿康看到阿森失误以后 直接采取了一颗 我们前所未见的球稳毛把 但是这个球稳 方法能够帮助他拿到胜利 恭喜阿康 你要再把阿森送去 莫泡的话 我觉得莫泡再又难打了呀 但是 你不得不说 若是阿森面对到这样的局面 球稳真的香 球稳是真的香 兄弟们 对 球稳是真的香 可能训练他的这个整体表现来说 也是这样一个剧本 是 可以恭喜阿康 获得了和阿森加赛的胜利 拿到了小组第三 好的 那下一把又是海外选手了 海外选手我们就不开这个弹幕抽奖了 我们下一波弹幕抽奖等那个 下一波的中国大陆赛区我们再开好了兄弟们 说好的今天晚上三波 第一波那个人 没有截图 只能小众一波保底 后面还有两波 好吧 后面还有两波 那我们投个屏玩一玩好吧兄弟们 你要跟我单挑是不是 来 三把决生后来嘛 好嘞 来嘛 三把决生后来 来 哎